嗨!趁就来Halloween带大家来迪士尼玩玩 每年Halloween,迪士尼除了会将整个园区布置得很有气氛之外 还会推出很多特别的活动 其中一个就是以迪士尼恶人为主题的表演show 这个是非常值得看的 哇!这里好漂亮啊 在早几个月之前,迪士尼刚刚新推出了一只角色叫Lina Belle 是一只粉红色的猫猫 哇!一推出来,大受欢迎啊!因为它实在太可爱了 你想想,你带它来这里拍照打卡是多么漂亮? 每年Halloween,迪士尼都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产品 哇!你看多少人趁着Halloween来迪士尼玩 哇!这只就是Lina Belle,好可爱啊! 另外还有Stella和Cookies,都是很受欢迎的 哇!这个是最新的秋日系列 哇!好可爱啊! 兔BB衣 哇!这个系列的公仔可以买很多不同的衣服给它换的 哇!这个系列的公仔可以买很多不同的衣服给它换的 好可爱啊! 咦!这个就是Marvels银河守护队里面的Star 哇!它出来和小朋友玩啊! 这个是迪士尼最新推出 给观众可以和Marvels人物系列有近距离接触的活动舞台 今天出来的就是银河守护队里面的Star 哈哈!你看它多搞笑!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 它很有心情地在教育的小朋友啊! 不知道它在教什么呢? 咦!这个不是雷神奇俠里面的Loki? 它很有型啊! 但是我想所有人都害怕了它了 都没有人敢走过去和它拍照的 我觉得呢Toy Story这个园区呢 在迪士尼里面是非常之受欢迎的 因为我每次来这个园区呢 都是人非常之多啦 而且呢 那些机动游戏呢 平均每一个都要排半个小时或以上呢 你才可以玩得到的 那听闻呢 最怕就是这个冲天遥控车啦 那你就会坐在这个绿色的车里面啦 然后一开始呢 它就会弹你出来 然后呢 它呢 就是这个U型的跑道上面呢 九十度角 前前后后 冲来冲去 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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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呢 就真的不敢玩了 我的朋友玩完呢 个个都说好怕啊! 心都离了 而我呢 站在下面呢 我都听到上面的人呢 那些尖叫声啊! 狂叫声啊! 大到呢 连正门都听到的 那当然 你想刺激的 你当然要试下玩这个啦! 这个散冰跳降散呢 都非常之受欢迎的 因为呢 可以说是一个BB版的跳楼机啦 一点都不怕的 然后有时天气好的时候 你上面看的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有时呢 你上面天气凉凉的呢 哇! 真的很爽啊! 玩到这么一刻 又是时候坐下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啦! 那今次呢 我们就选了这个半自助餐啦 哇! 你看看!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喝啦! 还有前菜呢 你可以出去选的喔! 你看多丰富! 我买了啦! 那煮菜呢 我们就选了这个烟鸭胸啦 还有这个炖牛面盒的喔! 嗯! 好吃! 吃完头盘煮菜 当然要吃点甜品啦! 甜品都是任来任吃的喔! 那甜品呢 都是小小的那样的喔! 那才好啊! 可以多吃几款的嘛! 嗯! 吃到这么饱 真的要逛下运动下 帮助消化才行啊! 这个园林区呢 是以五个 经典迪士尼故事组合而成的喔! 第一个是什么呢? 喔! 是长发公主喔! 那当你走到每一个主题故事的时候呢 你都会看到有本魔法书 还有一个音乐盒的 那当你扭扭扭扭扭开它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一些特别效果出现了喔! 那这个长发公主到底有什么特别效果呢? 喔! 原来她用那些头发拉过的王子上去啊! 好搞笑喔! 对啦! 慢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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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王子掉在地上啊! 喔! 这就是魔法奇缘的音乐盒了! 好! 让我们扭开它 听听听有什么歌 哇! 这首歌很好听啊! 而且呢! 原来音乐盒里面的玩偶会动的! 噢! 第二个故事是白雪公主啊!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超经典的童话故事啊! 好! 扭下白雪公主的音乐盒 看看会是什么歌 哇! 看来这七个小艾人都很努力工作啊! 咦! 慢着! 好像在小艾姐那样的! 有点怪声啊! 还有什么声啊! 噢! 原来还有一个小艾人在坐火车啊! 接着就到美类与野兽的主题园区了! 接着就扭下她的魔法书 看看会不会是她最经典的跳舞画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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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很美! 好! 凡! 天吏! 大雪公主像 太有陌生了! 真是這個經典畫面,好漂亮啊 接著再扭一下他的音樂盒 欣賞一下他的公仔跳舞和聽一下他的首歌 接著下來就是Cinderella先利其原的故事主題了 哇,花圃很漂亮啊 快點來看看他的魔法城堡有什麼特別 先看看有什麼特別呢 哦,原來他的魔法城堡的門口慢慢慢慢地關掉 哦,關掉了 哇,看來他的音樂盒也是用他最經典的故事情節來做背景 哇,好漂亮啊,這一幕做得 哇,我們來了找小仙子,去了仙子谷 咦,可以和Cinderella見面? 咦,難道我們真的可以見到Cinderella? 哦,原來我們只是去了他平時玩和住的地方 哦,花花都變得很大 難道我們現在變成Tingle Bear這麼小顆? 最後就是小美人魚園區 最後就是小美人魚園區啦 到底他的魔法城堡有什麼特別呢? 扭下來看看 扭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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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呀扭呀扭呀 哇,好漂亮啊,真是 哇,這個也是他最經典的畫面 哇,好漂亮喔 好,再扭一下他的音樂 看看是什麼歌 哦,這首歌也是他最經典的主題曲之一 和小仙子跟著這個 МУЗЫКА 哇,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寶寶 這個寶寶就是小仙子和青鰭市場的 小美人魚在海底裡的城堡 這麼漂亮,一定要拍一張漂亮的照片留念 走完這麼漂亮的花圃,出道已經開始天暗暗了 是時候可以欣賞一下晚上的Halloween迪士尼 咦?這不是紅心黃口? 他也是迪士尼惡人其中一個 他很搞笑,好像在簽名 迪士尼在Halloween期間也會免費派發 一些關於萬聖節的小手作 我當然要排隊拿回應一下節 當然,Halloween當然要晚上玩才會有更好的氣氛 看燈色也更漂亮 你看看南瓜 多漂亮 原來晚上來看城堡光舞表演 和早上來看,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尊重地 robots 臨走之前,當然要在這條美觀小鎮大街逛街購物 我準備進去購物了 多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